嗨 大家好 我是阿美美 之前我曾經在這個屋頂上有種過菜 可是一直種不好 那時候是用懶人花盆 我想說用懶人花盆來種種看 結果一直也長得不好 那就有一陣子就沒有種了 最近因為有弄了新的設備 那個膠水方面有弄過新的一套 我想說再來試試看 繼續用懶人花盆 各位看這些懶人花盆 已經都沒有什麼在種了 這個辣椒應該也是枯萎掉 死掉了 我想說都把它拔一拔 然後重新種過一些菜苗 看會不會又繼續長得好起來 因為有新的設備 我想說水分搞不好就比較夠 就是會長得比較快 比較好 因為懶人花盆下面有水 可是水吸不上來 到最後還是不行 就會變成失效就對了 各位看這些當初有種了滿多的辣椒 其實也長不起來 這是香茅 香茅長得很好 雖然沒有死掉 感覺也長得不好 既然有新的設備弄好了 我想我就來再種一次 反正最近有跟各位講 那個苗很多 我剛才已經去挖了很多 小白菜的苗 是樓下挖上來的 我想說就用這些苗來種 我們來把它種一種好了 這個是什麼 我不曉得 這是不是雜草 我已經搞不清楚了 也不要嗎不曉得 就讓它長吧 好 就是這邊塞一顆就好 可是這個是什麼東西 好怪 我沒有 打草 什麼挖個 還拔不起來 不管它了 不管它 這邊我們就是塞一顆好了 對啊 什麼東西 你看很多苗 現在都很多那種大苗 好像不錯 我想說 這像不像那個 像嗎 那個氣球 啊 糖棉 對 有可能是糖棉 很像氣球 對 沒關係那就讓它做中看吧 因為樓下糖棉也 上次都產的差不多 也應該 沒有什麼糖棉了 對 這大概種幾顆啊 兩顆 三顆 三顆 我挖的苗 沒有挖那麼多 沒關係 種多少算多少 算多少 對啊 還是滿多苗的啊 樓下還有很多啊 我本來想說 一盆子一顆 我想多弄一些 也許要兩顆 結果 你說要三顆 這樣不錯啊 對啊 其實這苗都算滿 滿大顆的 你看都 你看都高枯了 所以這都不要了 對 因為 染花盆它那個 吸水 吸水那個棉條 有效期間 沒有超過一個月 就不行了 它只能說 短暫幾天勉強不要死 事實上要種得好 我覺得應該 到時候也都會死 如果它持續失效的話 除非說你要勤快地更換那個棉條 要不然姐 沒有辦法長 對 不然沒有用 還是用自動浇水比較實在 然後因為我們實際用的結果 就是說沒有想像中的好用就對了 對 也長得不好 菜也長得不好 我想說剛好 你看這土還乾乾的 這還一塊是什麼 對 你看土還乾的 所以 所以還是要用自動 對 等一下膠濕以後 它就會自動補水了 自動每天噴兩次的話 應該就夠了 就是第一次我要給它補一下水 對 補到濕透 對 其他應該就不用了 因為它每天會膠 就第一次要跟它膠的透就對了 嗯 所以有這麼多小白菜苗實在也不錯 對啊 對啊 就把它種一種囉 其實如果沒有苗 我也沒辦法這樣種 剛好苗有很多 我們就可以 最近這疫苗都很快很成功 而且又很大 大豬 所以才說樓上再來種種看 對啊 而且這香茅 感覺就像枯死的雜草 不講它 不曉得它是香茅 對 本來很想說跟它弄一些來 有人說不是要煮開水嗎 結果根本也沒什麼可以煮 都沒有 可能也沒辦法 這土有的它真的蠻乾的 不過有一個腥味 所以就土雖然乾但不會硬 對 硬就很糟糕了 對 希望這一次能夠種起來 嗯 這顆應該不要了吧 這顆 這顆應該不用了吧 這顆 不要啦 那個都太舊了 你看都不行了 對 太舊了都不行 對 因為事實上 辣椒也是有一個年限 對 它雖然是多年生 但也有一個年限 種太久沒有用就對了 它不長的話 它是要殘掉 就變成長勢不旺 沒有死 但是長勢不旺就不好 欸 我要弄不夠多 等一下再去拿一些上來 對啊 種多要算多 因為我沒有打算說種三顆 那我本來以為說一顆到兩顆 如果三顆我就可以再挖 其實樓下很多 非常多的那個苗 剛好可以拿上來 這樣算起來樓上也要滿多苗 你看我這樣 都種完了嗎 現在這幾顆啊 頂多再一盆就 再一盆 對我要下去拿 還是等一下再弄 等一下再拿 馬上去拿就好 對好 我馬上去拿就好 再去挖一些什麼 對啊 因為現在太多苗了 而且苗也不是太小 對啊都很大的 會不會太大 我哪隻苗會不會太大顆 如果這個太大顆最好蓋一下 對 葉片很大很容易蒸發 對我再去拿一些上來 人再拿個十幾顆 等我一下 我又再去挖了很多顆上來 我再趕快把它種一種 最近苗真的都好大好漂亮 所以我們這邊大概就可以種三十幾顆 對 一天吃一顆的話就可以吃三十幾天 對啊 因為它卡住 這是 這苗已經很大顆了 多的嗎 可能土要甜 甜蜜一點 可能等一下要陷下去 對啊 那我要省一點 嗯 等一下要省一點 趕快先種一種 這個也不行 對啊 你看 因為現在天黑得很快 不是 等一下要激貨 對啊 趕快貨 貨還沒有弄 嗯 還有幾個 還有 過來吧 我再繼續弄 這裡這個就是蔥 等蔥收成完也可以再繼續種 對啊 你蔥要不要跟它到時候移在一起 對啊 看起來比較好看 角度啊 對啊 全部移到最側面 哪裡 哪一邊 這兩顆蔥把它移到最旁邊 到時候 到時候在 那盆子很好挪啊 我說要種在一起嗎 不用嗎 不用啦 就一樣 只是說挪走就對了 對 這樣看起來比較有連續性 不會中間跑出 對 一盆的那個 蔥 不然間冒出蔥 一個怪怪的 其實韭菜你可以再縮 縮到剩下一盆就好 不要再縮那麼多 對啊 反正你也沒有吃那麼多 那這個 還要再縮一顆嗎 不用 不用吧 那這些 還有剩的呢 剩的再縮了吧 這些剩的再縮 再拿下去 不用拿下去 如果有那個 空位 空位 那個 懶人花盆繼續再縮一下 可是這沒有馬上縮會爛掉 會那個 好啦 各位看已經縮好了 就是有的懶人花盆 我都把它種滿了 那還有一些苗 待會兒 寄完貨回來看 是不是再來整理 對 再挪一些上來 對啊 再弄幾個懶人花盆來 把它種下去算 對 那我們是想說 有這個新的設備 可能應該菜會長得比較好 就可能比較不會缺水 因為有時候 菜你就是要給它 它葉面噴噴水 就是水分要夠 它才會長得比較 感覺飽滿 比較濕潤 看起來比較好吃 它不會乾乾扁扁的這樣子 那我 我就 又有信心再繼續種這邊了 本來很久都放棄了 對啊 那這樣艾迪幫我再弄一個 這個新的設備 我想應該有改善 然後菜應該會做得比較好 那 反正小白菜我種下去了嘛 那我們就等著它 長 希望它會長大 呵呵 我是不知道 應該是有比較好才對啦 要有信心啦 那因為它這個 有的苗已經太大株了 我可能會準備這個網子 稍微蓋一下 這個 可能就稍微給它蓋一下 這樣 可以差不多了 就稍微這樣蓋 蓋得到嗎 稍微攤開蓋一下這樣 方向錯 哪裡錯 長的要拉過來嗎 長的 哪個是長的 對 這邊比較長 這樣看 這樣才夠長 夠長嗎 對 大概是這樣 稍微遮一下這樣子 然後等一下我再給它先 澆一次比較濕透的水 然後下次就是讓它 時間到自動噴水就好了 大概是這樣 那這剩下苗就等一下 看要怎麼辦 那就再說啦 那我就先種到這邊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我的頻道 如果喜歡的話 請記得訂閱 並將它分享出去 可以的話 也請幫我按一個讚 謝謝 天黑囉 我要記貨了啦 掰掰